有志向的职业 你能够在这边付出 现在觉得感恩 教之以礼 欲之以德 台湾花莲慈大副中校长 李林慧来到慈祭祭达峰会 进行教育原文生命风景教育讲座会 除了经验分享 同时鼓励老师们在教育路上 以五欲均衡发展 诚心陪伴带给孩子正向的成长 今天的分享提供一些案例的分享 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 把一颗小种子 就是这样菩提的一个善种 我们怎么样在孩子的心田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历程 让孩子能培养这样的素养 那么真的长大之后 他能够利益众生 为地球 为别人尽一份吸引力 也提供一份正向的力量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 教学路上用心陪伴 诚恳真实的培育人才 让老师们一番收获 李校长也是有提到一点 我们不是要让孩子感恩我们 其实我们也是要感恩孩子 孩子给我们 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的机会 我们身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可以真真诚诚这样的 去教育孩子 然后从中 我们也可以打造我们自己的 生命的风景 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风景 这个让我体会很深刻 回去学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要提醒自己 真的是在艺人方面 我们要多做一些 他说我们不要做三等的老师 他这个三等老师的概念 其实我是蛮认同的 因为我之所以会留在读中当老师 我其实就是想要奉献我自己的那个能力 为学生付出的话 我觉得我很开心 而且我其实我蛮喜欢教育这份工作 我从来不会把这个当老师 当作是一个工作 我觉得是一个任务来的 透过讲座带给教育工作者 不一样的教育观点 更有力也更正向 大爱新闻王哲卫 往苏业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感谢观看